很快又過年 趁一家人齊提前安排一頓年夜飯 廣東人的年夜飯不單單要好看好食 二頭都要好 扣肉齊齊整整 紅紅火火 食完甜蜜蜜 紅運當頭 早點在市場買一塊未分割的五花肉 肥瘦相鑑的實腩最棒 五十多元可以做到三份 扣肉比較耐放 可以一次做幾份放在冰箱慢慢吃 這個季節最好就煮牛大力黑豆豬尾湯補一下 記得點攤主幫你處理乾淨 只要夠英俊 魚貴一點都沒所謂 再買一條沙馬的桂花魚清蒸 記得點英俊幫忙攤開條魚 這樣蒸的時候快熟又均勻 做扣肉可以用粉蓋或者芋頭 不生水的普通芋頭就最好 再買些蒜米紅蔥頭沙薑又不見了幾十元 這些就叫做豉油貴過雞 臨過年海鮮就貴很多 手掌這麼大九字蝦就一百多 好像拳頭這麼大的不極貝 清蒸粥水或者刺身都好正 這時候山木蟹就好肥 蟹殼邊邊黃黃地爆高 舌身就香好多 竹身要一開二 將裡面的泥沙全部刮走 再清洗多幾次就乾淨 不然又會吃到一嘴都是沙 持固就持固定 寓意多仔多福家族興往 花生牙就好事發生 再買到小女兒好喜歡吃的草莓 下次煮大餐買菜記得推車仔 回家就先煮湯 灑鹽在豬腰的切口上不斷擦 將血水逼出來 這樣處理豬腰就不騷 再跟豬尾一起凍水落鑊飛飛水 一邊飛一邊撈走浮沫 飛得夠乾淨直接劈去啞煮 再落蜜棗、黑豆、牛大力 桂圓、杞子還有道仲 這個湯就很適合常常爬高爬低的家庭煮男飲 加滿農村山泉後 大火煲滾轉小火煲一小時 造購肉的五番肉要切成四方形 放薑片、蔥和白酒煮半小時 煮到變軟就可以撈起身 扣肉想做出虎皮的效果 用叉仔或牙籤不斷刺 插密插深一點 豬油就會流出來 這樣沒那麼肥膩豬皮又會鬆化很多 第二個關鍵是灑鹽在表面 稍微按摩一下 讓鹽滲入豬皮裡面 最後再用白醋淋一淋豬皮就可以了 用中火慢慢炸 炸十幾分鐘炸到表皮金黃薄薄脆就可以撈起身 炸透少少少吃起來沒那麼肥膩 腐皮效果就會更好 醬涼水浸一小時 芋頭切到半隻手指的厚度 切太薄蒸出來容易爛 再放油鑊炸到金黃硬身就可以了 炸過五番肉和芋頭已經很好吃 先別急著偷吃 我們繼續做靈魂扣肉汁 這個配方已經做了很多年 把八角碎紅蔥頭碎薑、蒜蓉、蒜蓉一起爆香 調味放半碗生抽 再放兩三瓶蠔油提鮮 南乳汁是扣肉醬的靈魂 放了之後又香又上色 看起來就會紅潤有光澤 非常有食慾 將醬炒香後再放一碗三分水 煮到它收汁的狀態就可以了 扣肉切成芋頭一樣的厚度 將剛才調好的扣肉醬全部倒進去 拌好之後一塊豬肉一塊芋頭 將它疊起來 然後豬皮向下扣入碗底 整個碗都要折滿一點 這樣蒸出來的形狀就會好看 扣肉汁都淋上去 急著開飯用高壓煲壓它半小時 接著再煮個五指模圖隔水蒸雞 先用花生油和少少鹽調底味 這樣比直接用鹽沫更均勻更入味 將女女外外洞洞洞洞洞洞洞 將薑片和五指模圖塞入雞肚 這麼小隻雞大火蒸半小時就可以了 一開外整個屋都是椰子的清香 插一插雞腿汁多到湧出來 這做法皮爽肉滑油多汁 真的骨頭都有味 接著再做個小朋友好喜歡吃的沙角雞蛋卷 先用中火煎幾塊蛋皮 肉餡就肥瘦三七開 如果用純瘦肉就沒那麼香滑 想死身口味更加清新 我們加半個沙角 這樣做出來的肉餡就沒那麼肥膩 沙角的口感比馬蹄更鬆軟多汁 將去皮切成小粒就可以了 將倒入肉餡裏面 再加雞蛋增加黏度 調味的具體配備液體屏幕 順時針拌到起膠 再達7-7-43 下就可以了 調好餡料鋪在蛋皮上 盡量鋪均勻少少 四面折折邊就沒那麼容易露餡 最後將它捲在一起就可以了 同樣一次可以做多一點 放在急凍慢慢吃 吃的時候大火蒸10分鐘就可以了 接著再做個慈菇燜豬肉 慈菇先用水煮熟 剛才炸好的五花肉切成細塊 用蒜蓉爆香慈菇之後下燒肉 炒至稍微出油就開始調味 具體配備看屏幕 加些蠔油提鮮 冰糖可以加多些中和慈菇的苦味 再加一大碗水轉煮半小時 因為燒肉已經很送完 不需要焗太久 最後撒些迷人的蔥花就完成了 接著做個好吃到損手指的蒜蓉牛油大蝦 蝦背指刀這樣容易入味又快熟 先加些鹽醃醃蝦這樣有底味 想做出來酥脆又多汁那些生粉 用剛才炸扣肉的油來炸就可以了 用中火開始炸 炸到金黃薄薄脆就將它撈起來 做蒜蓉蝦的秘技就是蒜蓉要夠多 半碗蒜蓉加三次舊黃油 用小火慢慢炒就香到不得了 磨少少黑胡椒粉調味就下生抽蠔油和鬆蓉蒸 再倒半碗生粉水 煮到它收汁就下炸好的大蝦 這時候關火將兜均勻就可以上碟 這個做法外脆內軟又禁香 蝦就鮮甜多汁又彈 這道菜寓意一年到底笑蝦 再用自己曬老腊肉炒回爐筍花生芽 寓意新一年開枝散葉 開開心心如意吉祥 接著做個金肉滿糖小炒鍋 韭菜花切小粒 再切金銀粟炸 炸腰果和蟲子備用 記得用小火慢慢炸 拌少少鹽攤冷備用 爆香蒜蓉後下粟米韭菜花和白盒 一直用大火炒 想炒出來爽脆就不要下水 調味就放鹽和蠔油就可以 把兜粟就可以上碟 這道菜寓意金銀滿屋百年好盒 再調香慢用蒜蓉醬來蒸海鮮 鋪在筆極貝上 筆極貝和聖子王大火蒸8分鐘 清蒸筆極貝超級鮮甜 死身一點腥味都沒有 聖子王做蔥油口味 好像不用淺放多點蔥花和蒜蓉 再淋熱發生油激發出香味 最後淋一圈生抽就搞定 這個做法蔥香味非常濃郁 接著再炒薑蔥炒蟹 爆香薑片和蔥頭之後 下蟹不斷翻炒 撒少少米酒就更加香 淋一圈生抽後 倒一倒用中火焗一分鐘 最後下多點蔥段和生粉水 煮到收汁 薑蔥炒蟹最緊要有鑊起 簡單看來又好吃 連夜飯真的不可以少一條魚 寓意就年年有餘 鋪點檸檬葉在上面 去腥油鎮香 大火蒸8分鐘 將它蒸出來的水倒走 淋一圈熱油再加薄鹽生抽就大功告成 慈素心用鹽水加雞油雞汁煮就很青綠 四身清甜有菜味 三個雞蛋卷攤凍後切成細塊 用高滑煮蒸半小時的扣肉都完成 用碟蓋在上面倒扣過來 這叫芋頭扣肉真是色香味俱喘 我們喜歡吃之前再灑白砂糖在上面 煮個多小時的牛大力黑豆煮豬腰尾都完成 下少許鹽就可以喝 網整早中醫全部的菜都完成 大家早已迫不及待 今天菜式真是好看又好吃 大家都吃得好開心 我是閃麥爸爸記得準時吃飯點個閘 然後直接打 ON 我們親身從新鮮的 小麦太太 孩子半十分 糊